Hello,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极简实习生 我是Dan 今天节目上面我想跟各位分享几个 我自己在落实极简生活之后 所养成的习惯 那这些习惯的养成呢 并不是强迫的 很刻意的去培养出来 它反而是我在练习断舍离之后呢 渐渐的被改变 潜移默化之后所得到的一个结果 那跟各位做一些简单的分享 不晓得你在极简之前 或是你在练习断舍离之前 有没有跟我有相同的这些不好的习惯 慢慢的在极简之后 把这些习惯调整过来 变成比较更利于我们生活的好习惯呢 那今天跟各位分享的第一点就是 我开始发现我在断舍离之后 我会渐渐的把一个东西用完 然后才开启下一个新的东西 举例来说我之前会买保养品 但是这个保养品呢 可能因为某时候会有特价 或者是因为别人转送 所以呢我们就会有新的保养品 那这个新的保养品 有的时候我们买来啊 就会很想赶快把它拆开来使用 好像这个保养品有什么新的功效宣称 然后你就很迫不及待想要去体验它 但老实说所有的保养品都一样 我们不太可能差一天两天 效果就会出来 通常都是一段很长时间的这种使用之下 我们才有办法渐渐的感受到我们的皮肤 或者是我们身体有什么的变化 所以过往就会有一种 很想赶快使用新的东西的这种冲动 有一点点像是喜新厌旧 或者是有什么样子的心理活动 我并不是很清楚 但是这种冲动迫使我就是会把新的保养品 或者其他的东西打开来使用 那你就会发现东一瓶西一瓶都没有用完 然后就摆在你的桌上 那看起来就是很乱 东西也很多 老实讲这些东西它是有效期的 打开之后经过氧气 经过空气的氧化之后 就没有那么的新鲜了 但是我发现我在练习几简之后 我就会有一个习惯 就是把东西用完了 然后才会去开启下一瓶 老实说讲得更精准一点 就是我会开始的去练习 一个东西用到快完的时候 我才会去购买下一瓶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 我个人认为 还不错的一个新习惯 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会开始去思考一个东西 对我个人的价值 而不是价格 老实说购物确实会带给我们生活一种愉悦感 尽管它是非常短暂的 但是有的时候买东西 确实还是非常愉快的 一个经验 但是老实说因为便宜的关系 所以有些东西它的品质并不是那么好 甚至我们看得更长远一点 它的售后服务可能也不是这么好 甚至是它也没有办法百分之一百的去解决我们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 所以后来我有一个习惯是 练习断舍离之后 因为我也不会乱买东西 我也不打算买太多东西 拥有持有太多东西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把握住这些金钱 好像是每一次的购物是一种投资 我可以让这样子的金钱流向我觉得更有价值的地方 让这些物品这些物质为我的生活带来更棒的一个功能性 提升我自己生活的品质 而最后一点呢 我个人认为也是我在断舍离之后呢 实质得到了一个我觉得还蛮棒的好处 就是我会发现呢 我可能没有办法再像过去 我那三十几年住在一个混乱房间里头那样子的一个个性 我没有办法允许我自己房间变得太乱 了不起就是因为工作繁忙的时候疏于整理 所以偶尔房间会比较混乱一点点 但是呢相较于过去的我那样子的一种生活样态呢 也是截然不同的 其实差异是还蛮大的 我发现我现在自己如果发现周遭的环境 特别是我自己的房间 有点混乱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强迫症 觉得哪里不太对劲会受不了 然后我就会想要赶快把它整理干净 希望它回到一种美美的 有秩序的 然后比较干净清爽的样子 我觉得我住在那个环境里面呢 就会比较快乐 这个也就是因为可能我的房间已经被整理过了 它已经干净了 东西变得非常的少了 在这样的状态下 它第一个会让我们在整理的意愿上呢 有所提升 我们就不会觉得 整理是件很麻烦的事情 从头来过很痛苦 基本上你已经维持在一个水平了 所以在整理的时候会比较轻松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因为 你已经享受了这么棒的环境 这么干净 这么的清幽的环境 真的乱起来的时候 它反而会让你的心灵呢 觉得有点不舒服 不是这么的轻松 有点点压迫感 所以也会逼着我呢 赶快把东西就是收拾好 整理的这个习惯呢 就被培养起来了 那么总结以上三点呢 如果我们稍微的去分析 去厘清一下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种对于生活的讲究 我们的生活如果是过得很轻松 有的时候我们反而会把它当作是一种很随便 很随性 也许你这样过 如果你觉得还OK 我觉得也好 没有问题 但是我在断舍离之后 我认为有的时候不管对于我们的玄物 我们的饮食 我们的居家的空间上面所使用东西的品质 或者是我们空间本身的干净 东西的收纳管理等等 这一些东西都是我们一个人对于生活的一种意识上面的一种投射 所以我们要如何去打理一个好的生活 我们要如何去活出我们自己理想的生活 其实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必须要投入很多的我们自己的心力 跟生活互动参与这个生活 所以我觉得讲究这件事情对我个人来说 因为你有所讲究 你才有办法享受到生活带给你的一种美好的感觉 而不是随便 把一种随性或者是方便变成一种随便 过得非常的混乱或者是很迷烂 觉得那样反而很放松很自由 我觉得那其实对我个人来讲是一种比较放纵的 没有办法好好管理自己生活的一种形态 那我在断舍离之后练习极简的生活 带给我的就是对于生活的一种讲究 然后我会开始有一些合理的原则跟要求 那我认为这是好的生活习惯 断舍离跟极简带给我的一种收获 最后我想跟各位分享一篇我自己在我私人脸书所写的贴文 来做一个ending 我在这篇贴文里面写到说 我们可以练习 或者是我们应该要学习去断舍离调 那一些差一点点的一切 我们尽量不要去当一个差不多先生 比方说差一点就合脚的鞋子 差一点就合身的衣服 差一点就幸福的关系 差一点就满意的工作 还有很多差一点就点点点的任何东西 才不会有差一点就美好的人生 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 都不可能达到一种100%的近善近美 一点点的妥协是必要的 但是如果每个东西我们都不太去坚持 或不太去要求它的时候 这边扣一分那边扣两分 那东扣西扣之下你就会发现 你的生活就变成不及格了 所以我们在我们能够自我要求的范围内 尽量把它提升起来做到好一点 那或许我们的美感 生活中的美感 美好的感受才会慢慢的被画出来 才会慢慢的被实现实践出来 以上是我今天想跟各位分享的内容 在断舍离之后带给我一些生活上面的习惯 一些改变 希望你会喜欢我今天为您准备的节目内容 如果喜欢的话 别忘了记得帮我按一个赞 也欢迎您可以订阅支持我的频道 我是Dan 那我们下期节目见啰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